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政壇新秀一周大事回顧第二節 我們錄的時候是2020年11月20日 梁思雲、梁梁 還有 是 我是時事評論議員陳志豪 陳志豪 跟大家說 何志光因為要少了休息 現在請到好朋友志豪來和我們一起討論一下今週的大事 大家未看之前記得要訂閱、分享、讚好、支持政壇新秀 港台不講我們講 我們在第一節講了很多司法的不公義矛盾 不正常的地方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回我們第一節 也可以留言告訴你覺得我和志豪造成怎樣 在第二節我們繼續討論立法會 分別我們要講幾個題目 第一件事就是在立法會的亂局 有人被捕令人生更精彩 又有三個人被捕 更精彩 分別是許志豐、陳志全和朱凱迪 而台灣藉著一些電影的獎項 又想來搞事 搞香港 吃人血饅頭 又再吃人血饅頭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我們也要繼續追擊鄭松泰 而我們在片尾時也要跟大家講一下立法會議員 他們也是被捕的名單 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好 看看還有哪幾個人 他們做了一些壞事 而他們未被法庭做一個裁決 我們先來講一下 在較早前 許志豐和陳志全 朱凱迪又被捕 他們潑臭水 凶臭蛋 對 侵犯人身 傷害人身 其實大家還記得 在立法會的亂狀的時候 他們是扔臭蛋 就是那些臭的 就是腐爛的植物 發出惡臭 然後繼而我還記得 立法會追討他們10萬元的一個清潔費 當時令到陳凱欣議員暈倒 因為他本身是有敏感的 太臭了 臭到要暈倒 幸好你不在 你都暈倒了 我一定會對著他 吐在身上 這三個人還要說 現在為什麼要拘捕他們 他覺得現在整個香港司法制度都崩壞 什麼國兩制又已經不存在 失去自由 他們所有事情都是萬能key 不拘捕他們就真的沒有司法 你在立法會那裡扔這個臭蛋 潑這個臭水 你很明顯 你這樣的行為 構成一個犯罪的意圖 涉嫌侵害他人的身體等等 老實說 如果司法機關 應該這麼說 如果執法機關對這件事事若無睹 這樣才真真正正是香港的司法敗壞 違法的行為 原來不需要負這個法律責任 我相信他們是顛倒黑白的說 沒錯 大家要特別留意 在這件事犯案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呢 在當時6月4日立法會 原來他們是為了阻撓國歌法的二讀和三讀的通過 其實我覺得他們不只是要控告他藐視罪和兩項侵害人身罪 我覺得他們簡直是犯了港區國安法 他們不想令國歌法通過 其實我覺得他們也是做了一些 不過幸好那時候國安法還沒實施 國安法還沒實施 所以他入不了這個國安罪 否則可能真的會違反這個國安條例 但至少當他否定這個國歌法的立法工作 其實我們有理由懷疑他並不是真誠擁護這個基本法 並不是真誠效忠中華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所以到底他們是否真的有這個資格 繼續出任這個立法會議員呢 也是存疑的 因為這個國歌法 是由這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通過 說是要在香港實施 你現在是否定 那你是不是在否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這個決定呢 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一個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 那你是不是否定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否定國家的立法程序呢 我想這個絕對有可能構成一個將來可以DQ他們的其中一個原因 沒錯 其實國歌法已經在我們附件三裏面 在一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過全國性的法律的時候 已經是有提得很清楚 本身已經列入了我們的基本法裏面 而他們阻止二讀和三讀的時候 他根本上是擺明有心 而且其實陳志全、朱凱迪、許智峰 本身已經是大罪之身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根據紀錄 例如朱凱迪這樣 他現在本身也是背負了藐視罪 也是背負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而陳志全也是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許智峰也在背負三條罪 就是防外司法公正、不誠實取用電腦、刑事毀壞 不單止三條 還包括現在身負阻差辦公、藐視罪等等 真是被捕令人生更清楚 聽完好像水蛇春那麼長 還有當然是無法無天 完全是當法治無物 在這些反對派、濫暴派、濫炒派的立法會議員心目中 完全是沒有法律意識 沒錯 因為大家都一直覺得 立法會是一個很莊嚴、很神聖的地方 至少是一個知道法律的人才會做立法會議員 沒錯 所以建制派最近都想通過一條條例 不止他們穿短褲或拖鞋 T恤去開會 我覺得絕對我贊成 但當我們現在說起立法會這麼莊嚴 我想起上一年真的很心痛 在7月1日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是一群暴徒 他們衝入立法會 破壞整個立法會 整個整個整個立法會 包括走進去 例如他們整個會議廳 會議廳 電腦 但很特別一樣 他們知道整個立法會 我們也試過進入立法會 哪條路打哪條路 你都不知道去哪 他們又懂得走到哪裏 又找到秘書處 又找到電腦 難道立法會裡面有內鬼 除了講內鬼之前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台灣現在有一個叫金馬獎 其中一個提名叫佔領立法會 我真的生氣到我看完 有沒有搞錯 你現在正在記錄罪犯的惡行 居然他可以被提名 又美化了整件事 而美化裡面 志豪你有沒有看過 還沒有看 我是不想看的 但為了搜集資料 我只能看了一些片頭 我真的沒有進去看 但從搜集資料 譬如說有一些暴徒 衝進去之後怎麼辦 也有人說不衝的話之後又怎麼辦 當時有些議員 議員說我們會繼續為你堅持下去 而他整個片裡面 包括有我們很不喜歡的女社工陳洪秀 甚至許智峯等人都說在這裡周旋到底 但我們看到的也是 許智峯是第一個叫人衝第一個鬆 自己第一個辭職 許智峯是帶頭辭職的其中一個議員之一 是的 然後我們也想說一個人 就是現在在立法會裡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十九男女已經辭職 有些被DQ有些辭職 現在只剩下兩個所謂的攬炒派 第一個就是 一個鄭松泰另一個陳沛言 沒錯 鄭松泰當時我們說的佔領立法會 7月1日的時候 他是有份帶暴徒進去 帶他們進去深入陣地 作為破壞 所以現在雖然有很多人討論 究竟立法會裡面剩下兩個攬炒派議員 應不應該放他們一馬 還是說真的應該要提出一個議案 就是應該要DQ他們兩個 我是十分贊成的 我相信志豪也是 如果鄭松泰他真的聚成的話 我甚至乎單憑他帶那些示威者 入到立法會裡面 帶頭去破壞立法會 這樣的行為 其實也都已經構成了他不擁護基本法 也可以成為一個之後不讓他繼續參選立法會 甚至乎是失去了立法會議員資格的 是一個很強力的證據 所以我也很期待警方的搜證工作 檢控工作和司法機關的裁決 沒錯 還有剛剛梁梁也提到 台灣的金馬獎 將佔領立法會列為最佳紀錄片 一個候選作品之一 其實這件事也再次顯示出 台灣人真的很喜歡吃香港的人血饅頭 我覺得他是完全沒有道德 如果你想想現在有一個紀錄片 紀錄人打劫或者紀錄人強暴 那你說他可否變成一個最佳的紀錄片 他不應該 沒有可能 這件事是違法的行為 本身不值得鼓吹 但他現在透過獎項的形式 去將他美化了 浪漫化了 其實說來講就是合理化了 或者將暴動的一種意識 宣傳去擴大影響力 你台灣立心不良的 試問一下 你們台灣政府 特別是蔡英文政府 你除了抽水之外 你為香港這些事 這樣的暴動 你做過什麼 有連五個香港人 想偷渡去台灣 你將他們扣留了 關押了 而且他扣留在哪裡 他們現在這五個是叫什麼名字 他可否跟香港保持聯繫 大家全部不知道 蔡英文政府 完全不是真心真意 去支持香港的任何政治運動 你只會在抽水 吃這個人血饅頭 其實是非常可恥 沒錯 我覺得他是非常可恥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佔領立法會 這段影片的時候 鄭松泰現在正在被控 而他們正在做一些不能容忍的事情 你居然台灣想他 被光環他們 我跟大家提到一個例子 大家還記得當日 有一個衝入立法會 脫了口罩 那個叫梁繼平 這個人本來就說 訂好機票 第二天就去台灣 他意思是我要出來抗爭 他也是一個香港大學的大學生 他也是跟他們搞了港獨的時候 但原來他現在不是去了台灣 他也是去了美國華盛頓大學 去讀博士 政治學博士 意思是我們有很多年輕人做了什麼 炮灰 然後現在被拘捕 要被審訊 要留一些案底 但原來這些政治暴徒領袖 小丑 好像羅冠聰去英國逍遙法外 叫人聰自己鬆 梁繼平去華盛頓大學 攻讀政治學博士 很多人都很羨慕 可以去出國讀書 大家會看到 他們利用很多年輕人 然後搞這些暴動 又是吃人血饅頭 沒錯 我們最後也想給大家看看一個名單 這個名單是來自商部 他很好 他整輯了港島區有哪幾個議員 被警方拘捕的區議員 對 區議員 或者是九龍的 或者是新界 他寫了出來 大家都涉嫌干犯了 暴動、非法集結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或者是襲警 違反限聚 總之他們干犯的罪行 一羅羅 令到我們覺得很法治 所以現在如果真的在立法會清零 可以做到清零的時候 我們都很希望下一個就是區議會 區議會如果能夠清零 盡快清零這些港獨黃絲的區議員 是令到大家應該有福知到 我又加多一個論述 因為在說區議會那裡 我曾經參選過這個區議會 就去年 你參選這個區議會選舉的時候 你跟立法會議員一樣 都要簽一個叫確認書 確認我是擁護這個中華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以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但是你這些很多的黃絲區議員 其實正如剛剛梁梁提到 他們有很多的行為 是支持港獨 支持這些破壞性黑暴的事件 甚至是在抗拒 是否定全國人大常委會 一些跟香港有關的決定 其實他們的行為很明顯也是一個 叫做踐踏基本法 是不尊重不擁護基本法的表現 從一個法理依據來說 其實絕對是有這個空間去DQ他們 現在就看看政府會不會由拿正來做 沒錯 所以如果大家支持我們的言論 支持應該在我們的區議會裡面清零 清光黃絲的時候 一定要留言給我們 也將這條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人聽聽我們說話 港台不說我們說 還有記得訂閱政壇新秀 按鈴鐺 今天謝謝大家 拜拜